捷運列車動也不動 車廂內不斷廣播 告知乘客由於發生異常 無法行駛 隨後列車緩緩往前開 但突然 列車突然急殺大力震了一下 隨後又停止沒動靜 讓車上乘客驚慌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星期上午9點56分 不少民眾在捷運上 準備上班前往目的地 沒想到卻發生了列車故障 好不容易捷運列車的門 終於開啟 但月台閘門遲遲沒反應 乘客就站在車門前 一臉錯愕 等了許久才終於開啟閘門 文湖縣的南港軟體園區 站要前往南港展覽館的時候 是突然出現了訊號異常等警訊 當時車上有63名的乘客 就這樣子卡在捷運上頭 事發四分鐘內 北捷行控中心依照SOP處理 終於讓所有乘客下車 改搭另一班捷運 才讓文湖縣全線通車 恢復正常營運 而發生一場的列車 將送回機場詳細調查 我覺得有做好檢查就可以了 因為畢竟也都 其實也行駛這麼多年了 我就覺得其實例行的檢查 我做好就好 幸好列車只耽誤了四分鐘 沒有造成其他意外 只不過在普悠瑪 反覆事件後 這類大眾運輸工具發生一場 難免令人神經緊繃 既然華昭秉謝偉 印象奧組台北報導 目前為止 好 這是